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散 仰赖中国境内产现制造的苹果产品受到冲击 苹果公司日前公布季度投资备忘录指出 尽管中国各地正在复工 但因先前原物料、关键原件供应不足 以及人力短缺的因素 预计进营收将达不到缘估水准 工作开始终于国家 但我们正经历到普通的情况下 除了生产线之外 销售状况也不乐观 上一季中国市场占苹果收入的15% 将近140亿美元 但受到疫情升温 苹果先前暂时关闭中国境内的直营店营运 虽然后续部分开放 但也缩短营业时间 顾客流量很低 店面冷冷清清 另外苹果原本计划在3月将举行春季发表 市场月料将推出平价版的iPhone 但受到疫情扩散影响 大规模生产的进度可能落后 发表活动日期也可能有所调整 中央社综合报道